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,喜欢记得,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三百一十七篇,林一道没想到丁长生还会来看自己,而看到丁长生那张得意的脸,就知道他来干什么了,很快,他们就会来陪你下棋了。 丁长生说道,这里陪我下棋得多了去了,他们来了,也轮不到他们。 林一道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我本来以为你在这里面会老老实实地过下半辈子了,没想过吧,外面还是有不少人惦记你的。 谁啊,惦记我也没用,以前见我难,现在见我更难。 林一道说道,是,他们惦记你,不是为了见你,而是想置你于死地。 我听说现在外面还有人在搞你的黑材料,你的事情可能会有新的变化了。 丁长生说道,无所谓,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,说吧,今天来找我啥事,没事你是不会来找我的,对吧? 林一道问道,丁长生盯着林一道看了好一会,没吱声,最后丁长生说道,老林,没想到你藏得够深的,但是还是被人给翻出来了,绝门不是那么好入的,但是你也知道,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不会允许有人搞这一套,你参与了这一套,早晚都会出事。 这不,报应的时候到了,林一道虽然表面上没有丝毫的惊恐,但是内心里却是翻滚起了滔天巨浪,自己犯罪那也就算了,顶多是个人犯错,但是要是查实了自己参与了这个所谓的山头组织,那性质就变了。 徐一见是头,至少现在是,将来他的头够不够砍的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丁长生再次点出来一个重要人物,这个故事编得真好,这都什么年头了,你还相信这样的谣言? 林一道不屑地说道,是,但是有些时候,传言只是比事实公布得早了点而已,不信的话你可以等着,迟早这事会爆出来,到时候你就可以在新闻联播里看到这些了。 丁长生说道,林一道就是林一道,老狐狸了,所以不管怎么说,林一道依然没有下文,他岂是那种你说几句话就可以把事情都掏出来的人? 要是那样的话,他做下的事早就该判十几个死刑了。 我知道我这次来你也不会告诉我什么,但是没关系,等你想明白了,就告诉我,或许我们可以合作一下,既然有人盯上了徐一见,他自顾不暇的时候,怎么没有能力为你开脱,那你就真的打算一辈子住在这里? 丁长生问道,小子,别来这一套,来了这里我就没打算出去,你说什么都是没用的,谢谢你来看我,我要回去吃药了,是不是我刚刚讲的事情让你血压升高了? 还有,这几天吃饭小心点,我来找过你这时,很快就有人知道,他们要是想杀人灭口,你还真是要小心点,免得我下次来见你找不到人了。 丁长生说道,你可真够歹毒的,这样下散烂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 林一道想到了丁长生的借刀杀人之际,没错,要是有人知道了,自己见过丁长生,那他们为了保全自己,真的可能让自己闭嘴。 想到这里,林一道回头看丁长生眼神充满了杀鸡,但是丁长生不怕了,对于这样一个失去了力找的人,再凶狠的眼神都只能是徒劳。 丁长生拉开车门的时候,看到赫乐蕊睡着了,听到声音才醒过来。 怎么这么好啊,还没去过你家里,对了,我现在任职的地方穷得很,你要是有兴趣的话,可以去投点钱,算是帮我的忙吧。 丁长生说道,行啊,你说投多少钱,我就投多少钱,再投一个亿够了吗? 赫乐蕊眼睛都不眨地问道,不用投那么多,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,一半吧,我想搞个旅游度假区,现在没钱投资,我自己出钱,不是那么回事,那成了我自己当官赚钱了,所以必须是别人投资。 丁长生说道,我本来想找周鸿奇的,但是他没你有钱,这个钱你出吧。 丁长生说道,没问题,你说什么时候需要钱到位,我就把钱给你转过去。 为了分担风险,我邀请了川南省组织部长的儿子行山一起投资,你们合作成立开发公司,这样的话,就算是有投资风险,也会小一些。 丁长生说道,好,一切都听你的,我停一下,你来开车,我打个电话。 说完,赫乐蕊在路边停车,然后两人换了位置。 丁长生一边开车,一边听着赫乐蕊吩咐手下去买什么东西,送到家里去,林林总总,丁长生最后都忍不住了,问道,你家里多久没住人了,怎么什么都没有啊? 我在家里住,但是从来不在家里吃饭,所以基本没做过饭,今晚你是第一次去我那里。 我做饭给你吃,我告诉你,你这可是殊荣,以前我可是从来没给任何人做过饭的。 赫乐蕊说道,也没给我老丈人做过吗? 你老丈人?开始时还有疑问,但是瞬间就明白了丁长生说的是秦振邦。 没有,以前都是他做饭给我吃,我从来不下厨的。 说了半天,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做饭吧?你这是拿我做实验了? 丁长生笑笑问道,不是,我会做饭的。 赫乐蕊话没说完,丁长生的手机响了。 喂,什么事?丁先生,人找到了,正在死死盯着呢,待会我会发几张照片给你。 就是,他现在和哪些人在一起的照片。 好,注意安全。 丁长生说话言简一概,说完就挂了电话。 有事你就去忙。 赫乐蕊试探着问道,但是内心里真的是怕丁长生临时有事要走,那自己就真的太失望了。 杨凤七这次是被人骗惨了,可惜的是他还不知道。 丁长生喝了口茶,淡淡地说道,那后面怎么办?你想好了吗? 赫乐蕊问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不知道,现在说什么都太早,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, 盘石投资再和我没什么关系了,杨凤七父亲创立的盘石投资也将毁在杨凤七的手里。 这就是命吧,没办法,你也知道,之前我想了很多办法阻止这场投资,可是没用啊,人家不听我的。 总要有人为这是付出代价吧。 赫乐蕊问道,还不清楚,我也不想管这事了,由他折腾吧。 丁长生说道,赫乐蕊摇摇头,说道,我不信,这也不像是你的风格,你是个有仇必报的人,这么大的一个跟头,我就不信你不会有所表示,至少也得让某些人付出代价吧。 丁长生摇摇摇头,问道,我是个牙字必报的人吗? 是,以我对你的了解,你肯定早就开始做准备了,不然的话,你也不会来北京吧。 行了,你不要瞎胡猜了,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天,你呢,要是最近没什么要紧的事,就去忙山市考察一下,然后做投资准备吧,我也在这里待不了几天就会回去,到时候我们再面谈。 丁长生说道,我怎么没事,这几天忙得很,你在北京,我要一直陪着你,你走的时候,我和你一起去忙山市怎么样? 赫乐蕊说道,丁长生想要拒绝,但是被赫乐蕊抢先说话了,不要拒绝,我刚刚和秦莫联系了,他现在过得很好,还拜托我照顾你,你说我要是没照顾好你,他能放心吗? 赫乐蕊调皮地问道,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尤其是这些人一直都在盯着丁长生的时候,所以,丁长生到了北京的第二天,许一剑就知道了,丁长生在北京了,特意给丁长生打了电话,邀请他见个面,丁长生本想把这家伙一拳头打死,但是那样真是太便宜他了。 他要让他一无所有,还不能让他死,让这家伙在监狱里待一辈子,不得假释。 对付这样的人,要从这人的思想反方向着手,那样才能得到报复的快感。 其实,杀死一个人,是对这个人最大的仁慈,慢慢折磨,让这人失去他在乎的一切,才是最高级的报复。 还是在许一剑的办公室,国企老总都是有派头的,他们享受着正不及的待遇,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,在这样的企业里他们就是土皇帝,说一不二。 赫乐蕊陪着丁长生去的,一见面,许一剑非常热情地招呼人上茶,但是丁长生坐下后再没起来,包括许一剑走过来,和他握手他都是坐着的。 许一剑现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,见丁长生的,丁长生没必要再配合他的心情,他想在最后看一次许一剑的嘴脸,或许等到自己布置的一切都到位之后,就开始真正地较量了。 长生,你去湖州了吗?许一剑问道,没有,自从去了川南那个山窝窝里之后就没再出来,这是第一次出来见见世面。 丁长生说道,开玩笑,湖州的新能源基地建设得非常顺利,新车在秋季就可以量产了,一些技术公关也在进行中,我想在五月份开始预售,因为前期有车辆开到广州的记录, 所以市场对这辆车的面试非常的感兴趣,考虑到资金的压力,我想预售一部分,价格可以低一些,但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资金压力。 许一剑说道,对这方面我不太了解,再说了,新能源基地和我也没什么关系,你没必要和我说这些,按照合同的规定,你们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就可以了。 丁长生说道,那不行,你虽然不是爱华高科的股东,但是作为知道内情的人,我知道你对爱华高科的影响,尤其是私家妇女,他们都是很信任你的,还有周鸿琪,要是你的意见不明确,他们是不会和我商量的。 许一剑说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我现在远在川南,对湖州的事不是很了解,所以就不参与了,你们看着办就行了。 许一剑见丁长生这么说,一时间都找不到下面的话题了。 丁长生看向赫乐蕊,使了个眼色,赫乐蕊起身出去了,丁长生这才又开始了新的话题,不过这次不是说的,他怕许一剑这里有录音录像,于是走到了许一剑办公桌的对面,坐下后拿起桌子上的记事簿,然后拿起笔开始写字。 他认为,现在的水还不够浑,所以想把水搅和得再浑浊一些,自己才好浑水摸鱼。 李铁刚想利用自己对付许一剑,不知道许一剑是不是知道了宗纪伟的动作,所以丁长生觉得自己该适当地向许一剑透露点消息。 这样的话,宗纪伟的工作没那么好做,许一剑也会对自己有所忌惮,毕竟和他们双方比起来, 自己现在是处于绝对的劣势。 我昨天去见林一道了。 为何?因为有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,那里面是你和林一道,还有几个我不认识,但是相信都是位高权重的人,要想找到他们是谁也不麻烦。 而且给我看照片的人提到了一个词,让我感到很有兴趣。 丁长生写道,什么? 绝门,丁长生写完,把记事簿推给了许一剑。 不懂。 许一剑愣了一下,写道,懂不懂那是你的事? 我是想告诉你,现在有人盯上你们了,林一道的事还会再翻出来。 他以前做过哪些事还没被定罪的都会再翻出来重审。 而你呢,作为绝门的头头,手当其冲。 我只是在提醒你,至于你想怎么做,那是你的事。 丁长生写完就站了起来,连带着把记事本也拿走了,他绝不会给许一剑再留下任何机会。 就这么走了。 许一剑问道, 不走你还管饭啊? 吃我一顿又吃不陪我,吃了饭再走吧。 不想吃,对了,杨凤七这次是栽了,但是也不要让他栽得太狠。 他这次要是栽死了,你们也快了,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想见,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可以合作的。 但是你们非要和我作对,我发起狠来连我自己都害怕。 好了,不说了,走了。 丁长生说完,推门而出,贺乐蕊正在走廊尽头的电梯处等着他呢。 许一剑动都没动,看着关上的门,想了想刚刚丁长生的话,几倍上没来由冒出了冷汗。 他相信丁长生不会这么无地放始地来威胁自己,他一定是知道了某些事才这么说的。 但是他还存在侥幸的心理,立刻让人去查丁长生来到京城之后的诡计,可是过去的事了。 哪有什么诡计可查,也就是知道了丁长生是被宗纪委的人带来的,然后就消失了。 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昨天去了秦城监狱见了林一道,至于和林一道谈了什么,只有去监狱查看会见记录了。 喂,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?你在那边都安排好了? 杨凤七接到了丁长生的电话后,有些意外地问道,你还在雄安新区吗? 对,明天上午举行电机仪式。 杨凤七说道,取消了吧,别丢人了,这个项目做不成,这是许一见他们设的一个局。 丁长生说道,你这人,还是这么固执,从一开始就这么固执,项目都签了,钱也花了,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? 那块地皮下面,是一个古墓群,慢说那块地还能不能开发,就是能开发,也要等古墓群考古挖掘完了之后,这要等多久你知道吗? 你说什么?你怎么知道的? 杨凤七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,问道,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,我先在北京,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,钱给了地方政府,土地不能开发,那就只能是把钱拿回来,可是这钱进了狼窝,再想要回来,难了。 他们可以利用法律程序来托,托过了一审托二审,托过了二审,再来个再审,这些都是他们的手段,盘石投资这次是栽了,你要是愿意等,那就等着吧。 丁长生说道,接完了丁长生的电话,杨凤七感到自己浑身发冷,要这一切都是真的话,那这一次自己真的是被骗惨了。 丁长生的电话终于再次响起来,这次不是丁长生期待的杨凤七的电话,而是安迪打来的。 找到人了?嗯,找到了,我正在跟着他们,他们刚刚买了东西,可能是要回家了。 安迪说道,跟着去,动手,把视频录制好,然后传给我。 丁长生说道,嗯,我是想问问,两个都要处理吗? 其中一个是孩子。 安迪说道,随你,你要是想几年之后,有个人来向你复仇你就留着吧,要是不想,你知道该怎么做。 丁长生说完就挂了电话。 挂了电话,安迪继续开车,尾随着前面的车进入了一片高级住宅区。 安迪的优势是她是一个白种女人,所以即便是开车进入这里也没引起多少人注意,将车停在路边,静静等待着天黑。 女人做好了中国餐,到美国来之后,她一直都是自己煮饭,然后接女儿回来吃。 美国的饭菜实在是不合他们的胃口。 哇,做了这么多菜,有什么好事吗? 孩子是天真的,问道。 女人说道,下周你爸爸就要过来了,到时候我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,高不高兴。 哇,真的呀,那她还回去工作吗? 不回去了,她这次是来陪我们的,我们的钱够花了,所以我们两人就是陪着你读书就好了。 女人一脸宠溺地搂住女孩的脖子亲了亲说道。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,女人走到门口问道,你找谁? 请问,这里是朱维铭家吗? 我是他的美国助理,是来和你们核实一些材料,移民局那边要用到。 安迪出示了一下自己的证件和手里的材料,说的和真的似的。 安迪是一个女人,看上去和蔼可亲,而且女人的攻击力不明显,所以女人就开了门。 让安迪进来,可是就在门关上的那一刻,安迪一拳打向了女人的太阳穴,既然是要杀人,那么就没必要下手轻快。 所以,当安迪这一拳击打到女人的太阳穴时,她的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坑,可见安迪下手多狠了。 里面的女孩甚至没听见妈妈倒地的声音,等到看见安迪时,女孩很意外地问道,你是谁? 我妈妈呢?哦,她在外面给我拿饮料呢。 安迪面不改色地说道,对于女孩,安迪倒是没有这么暴力,而是趁她走过自己身边时,伸手扼住了她的脖子,直到她的腿再也不登了为止,检查了一下这两人,然后拍摄了视频和照片,出门的时候,打开了屋里的瓦斯开关。 几分钟后,房子里开始一声巨响,火焰冲出了屋脊,这样拍了视频和照片,然后扬长而去。 丁长生很了解安迪,杀人方面他是专业的,要是换作他人,可能会对朱维明的老婆下手,但是面对他女儿,可就没那么简单了,斩草不除根,将来必然会留有祸患。 丁长生将这些视频和照片都存在了一个优盘里,然后让陈六的手下寄给了朱维明。 任何人做了坏事都要付出代价,不知道朱维明看到这一幕之后会不会后悔。 朱维明做好了一切准备,其实一切都是许一剑他们安排好的,自己要是辞职的话,至少也要等两年之后才能出国,所以现在自己已经等不及了。 许一剑他们为自己办好了一切手续,而他按部就班地上好最后几天班,到时候就可以趁着周末扬长而去。 朱主任,您的快递。 刚刚上班,朱维明的手下就送来了一封快递文件。 美国方面还在何时着火的主人家的信息,效率太低了,居然赶不上丁长生这边这么多的操作。 看到快递是一个U盘,朱维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打开电脑插上U盘,看到的一幕却是人间惨剧。 所有的作恶都会受到惩罚,你做过什么你心里有数吧? 每一张照片上都有这句话,朱维明伸手摸过来,速笑救星丸吞了进去。 这才让自己的心脏慢下来,然后伸手拿起电话,拨通了老婆的电话。 但是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是没人接,他宁愿相信这些都是假的。 可是眼下看来,仿佛是真的。 最先打电话来的是自己的岳父母,他们最先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通知。 因为自己为了让老婆孩子先出去,就和老婆离了婚,在法律上他和老婆是没什么关系了。 所以,美国方面先通知了老婆的父母。 这是谁干的?你们说过,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的。 现在呢?现在呢?他们死了,死得这么惨。 朱维明带着这些东西去找了许一剑,大声地质问许一剑道。 你先冷静一下,这是和我们有关系吗? 没关系吗?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? 这就是在报复,赤果果的报复,我没做过其他的事,只为你们做过这一件事,我骗了别人,他们这是在报复,一定是他们。 朱维明歇斯底里的叫喊道。 你确定这是和我们有关系? 许一剑问道。 没错,我没做过别的事,我现在真是后悔,后悔啊。 朱维明说完蹲在地上,双手抱头,哭得伤心欲绝。 昨天丁长生来找过我,他好像知道了雄安新区那个项目的事情。 但是我觉得,丁长生不会做出这种事,他这个人还算是可以,应该不会对女人下手啊。 况且还有孩子,这是难道是杨凤七干的? 也不对啊,现在杨凤七还在新区等着奠基一试呢。 丁长生就算是告诉了杨凤七,杨凤七找人去杀害他们母女,这也需要时间吧。 我想来想去,这是和雄安新区的事情没关系。 许一剑分析道。 那这是和谁有关系? 你给我个说法。 朱维明说道。 许一剑点点头,说道。 这样吧,你先回去,我马上安排人去你们家查查。 然后聘请美国的侦探和律师,一定会把这事查清楚,要是真的是因为那件事,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。 朱维明无奈地出了门,许一剑想来想去,拿起电话打了出去。 当晚,朱维明喝多了酒,在离家几百米的地方被车撞死了。 这件事是谁做的? 相信丁长生也是心知肚明。 当知道了朱维明的死讯之后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。 许一剑还真下得去手。 电击仪式还是照常举行了。 杨凤七是个要面子的人。 这件事怎么说,也是自己瞎了眼。 所以,他必须咬着牙走下去,虽然在电击仪式上他笑面如花,但是电击仪式之后,他立刻赶回了北京,而他安排的雾探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开始了对那快递的地下探查。 终于,在他刚刚到了北京的时候,雾探公司传来了消息,地下确实是有东西。 而且还不止一处,这下杨凤七算是彻底死心了,因为丁长生真的都说对了。 他现在不是担心丁长生怎么嘲笑他,而是这件事怎么向董事会交代。 他到北京公司时,丁长生早已等在那里了,丁长生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,看上去比他还难过,本来意料到的嘲笑也没有。 可是他反倒是不开心了,因为此时他的内心里焦躁不安,而且,此刻他迫切地需要身体的痛苦来压抑内心的痛苦。 都出去。 杨凤七说道。 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纷纷退出去,丁长生看看他。 杨凤七说道。 来吧,有什么难听的话,都说出来,这次我没听你的,栽了这么大的跟头,你是不是很开心? 丁长生叹口气,说道。 我是那样的人吗? 这次我算是栽了,我父亲一手创立的公司就毁在了我手里,我回去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 杨凤七说道。 那都是后话,现在是怎么止损,钱都打出去了,怎么要回来,政府可以无限期地拖延程序。 这件事通过正规的渠道,你是要不回来这笔钱的,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那么高, 你那笔钱被他们花了多少都不一定了,我的意思是,这笔钱还是要通过许一剑要回来。 丁长生说道。 怎么样? 现在许一剑估计做梦都能笑醒了,怎么样这笔钱? 杨凤七气急败坏地问道。 我做了一些工作,但愿能起到一些作用吧。 对了,朱维敏死了。 丁长生说道。 死了,我还想回来找他算账呢,怎么就死了? 杨凤七疑问道。 昨天,我派人到了美国,把他的妻女都杀了,把视频和照片寄给了他。 这家伙拿着这些东西去找许一剑理论,可能是要价太高。 也或许是因为许一剑怕这家伙把这些事爆出去,所以灭口了,被车撞死了。 丁长生说道。 听闻丁长生做了这些事,杨凤七的嘴张了张,什么话都没说。 杨姐,我还是当年的我,为了你,我可以做任何事,当年可以除掉陈彪子,现在也可以除掉任何想害你的人。 但是你呢?这几年,你对我可是疏远了不少,我不想知道为什么,但是,这实在是没必要,我给你最大的自由,你干什么,我也没说过什么。 但是我的话,你好像一点也听不进去了,才有了这次栽根头,没事,这是终究会过去的。 丁长生说道。 但是董事会那边,是交代不过去了。 杨凤七说道。 没办法,这件事我们理亏,只能是向董事会努力解释,承诺把这个损失找回来,要是不找回来这个损失,你的确是没脸在当这个董事长了。 丁长生说道。 事情还得解决,你给董事会发信息,把董事会的地点定在国内吧,让这些人来玩玩,招待好,剩下的是我来操作。 召开的时候,最好是我在场,你压不住他们的。 我好歹也见过这些人,部署也有印象。 丁长生说道。 我真的是很内疚,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我还没到北京的时候,物探公司就给我发来信息了。 你说的没错,现在文物部门开始介入了,一切施工都暂停。 等候下一步的消息。 杨凤七说道。 意料中的事,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我们要往前看,现在说,这些都没用。 一直以来,他以为自己可以摆脱对丁长生的依赖,可是现在看来,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而已。 现在他还是离不开他,离不开他的身体。 他的人,他从临山镇就灌输给他的一切,一直到现在,熟悉的还是那么熟悉,即便是陌生过,可是现在依然是那么容易就找回熟悉的感觉。 谁欠我们的,都要一分不少地拿回来,许一剑给你设下的这个圈套,说到底还是因为我。 所以,这一次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 丁长生在杨凤七的耳边说道,一直以来他都是强势的一面,可是此时在丁长生的面前,却早已没了强势。 剩下的只是软弱,在丁长生的面前,他从一开始就是软弱的。 他们的关系,从丁长生第一次步入陈彪子家里,看到那个被拴在床腿上的女人开始。 到现在,他依然无法摆脱他,这就是命运吧。 许一剑呆坐在房间里,一旁是他的儿子许剑生,看着桌子上的照片,凉酒之后,许一剑问道,你怎么看这事? 要真是像朱维民说的,那这事只有可能是丁长生指使人干的。 我们这次算是打到了丁长生的疼点,所以他才什么都不顾了,指使人杀人报复。 但是要说,这事是他干的,又不是那么像,不过好在朱维民死了,这样的话,就没有后患了。 许剑生说道,我觉得,这是没这么简单,湖州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? 许一剑问道,还可以,一切都很顺利,资金到位,人员也到位了,只要是开始生产,产能不是问题。 如果可以预售的话,我们可以先回笼一部分资金,我想把这部分资金先拿走。 许剑生说道,我也是这么想的,但问题是,我们的合作伙伴能不能同意,这是另外一回事。 许一剑说道,无所谓,反正现在丁长生就是拔了牙的老虎,杨凤青那些钱套在了雄安新区。 我们的资金要是再断了,爱华高科就是个架子,没钱拿什么生产,生产不出来。 预售的款项就会成为定时炸弹,我们一定要拿走这笔钱,不然的话,我们还是无法控制爱华高科,我们之前设计的局就还不是局。 许剑生说道,嗯,你要小心点,现在丁长生是急了眼,歹谁咬谁,我们要是不小心,肯定会被殃及,还有,你现在出去,就不要回来了,国内的事通过遥控指挥,留下几个得力的人,你自己不要回来了。 许一剑转了转自己手上的戒指,说道,许剑生一愣,问道,出什么事了吗? 丁长生告诉我说,宗纪委开始注意到我了,还提到了绝门,这是我最担心的事。 宗纪委敢注意到我,这意味着什么? 许一剑指了指天,那意思就是最上面的人点头了,这才是让许一剑害怕的地方。 那怎么办,现在一切都才刚刚开始,我们就要放弃现在的一切吗? 许剑生有些着急地问道,所以,还是低调点,预售的是,我和丁长生打了招呼了,说是资金不足,必须要预售才能达到预计的产能,否则产能上不去,可能会违约。 许一剑说道,那他怎么说的? 许剑生问道,他说这是他不管,生意的事,和胡州爱华高科商量就行,和他说没用,也没必要。 许剑生文言摇摇头,说道,这是胡扯,胡州那几个娘们还是听他的,他要是不点头,胡州那几个娘们不会同意的。 我也是这个意思,我这么说,就是让爱华高科的人和丁长生通通气,到时候你这边做工作就简单了,免得这中间又有这么多的麻烦。 许一剑说道,睡到了晚上十点多,杨凤七总算是醒了,丁长生坐在一旁看着他。 我睡了多久了?十多个小时了,饿了吗?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?丁长生问道, 不饿,和你在一起不饿,友情饮水宝。拉倒吧,胡州那边来消息了,你的投资用完了,现在用的钱都是许一剑投资的钱,而现在许一剑提出来要预售汽车,不然的话,资金压力太大了。 所以,现在把我们亮起来了,要么是同意预售,要么是不同意,但是如果不同意预售的话,工程就要停下来。 许一剑的资金都到位了吗?一多半了,还没全到位。丁长生说道,嗯,告诉他,预售可以,他的钱全部到位之前,预售资金一分钱都不能动。 而且,预售资金必须存在第三方银行托管,不到万不得已,谁都不能用这笔钱。 这笔钱更不能脱离监管,要是到时候造不出来车违约了,我还可以退款,要是这钱用了。 我们又交不了货,他们就得逞了,或者是吞了爱华高科,或者是把你我都送到监狱里去。 你不要忘了,说是预售资金,但是如果我们用了,就可能变成了非法集资了。 杨凤七说道,你的脑子现在总算是回归正常了。 我都没想到这一点,从雄安新区的事情上来看,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 所以,新能源汽车基地这事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圈套。 当然了,我们要是小心点,利用得好,或许可以化解,要是化解不了,我们就只能是跑路了。 所以,我决定,你还是常驻湖州,指挥他们和许一件斗法,另外,聘请一流的律师,和地方政府打官司,要回来那笔钱。 丁长生说道,我明白,立刻启动公司紧急情况预备方案。 杨凤七说道,可是刚刚拿起手机一看,手机上十多个未接电话。 看看,这些电话都是股东们打来的,估计现在都以为我失踪了呢。 杨凤七说道,这是瞒不住,我觉得,你还是主动召开一个会议吧,电话会议也好,解释一下情况。 我正好在这里,可以帮你说说话,不然的话,你很难过去这一关。 丁长生说道,于是杨凤七立刻给董事会秘书打电话, 半个小时后,举行视频会议,因为这里是丁长生在京城的据点, 所以,这里的设施一应俱全,在地下室里有一个会议桌,可以临时使用。 丁长生还特意换了一身西装,半个小时后,与杨凤七同时出现在视频里。 不出意料,会议一开始,股东们七七扎扎,丁长生和杨凤七一脸镇定,等着这些人吵够了。 这才开始说话。 杨凤七说道,我知道你们的担心,担心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,所以急着想要换掉我。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,如果把我换掉了,接下来这个烂摊子谁来收拾? 在座的哪位可以保证把那些钱拿回来? 杨,我们之前信任你,是因为你投资一向是没有错误,但是这一次,我听说丁先生一直都是反对的,但是你执意要投资,现在证明你是错误的,丁是对的。 所以,我们宁肯聘请丁,也不要再用你了。 你知道因为你的错误,磐石投资在国际上出了多大的笑话吗? 杨,刚刚他说的对,我们是要钱生钱的,而不是连本都亏没了。 你怎么解释这事,所以,我股东们商量了一下,决定免去你的CEO职位,而且,董事会也需要改选,你也不适合再担任董事长了。 股东们叽叽歪歪地说着,杨凤琪知道现在自己怎么解释都没用,于是看向了一旁的丁长生,丁长生点点头,咳嗽了一下,都静下来看着他。 感谢大家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听我解释,但是我的解释和杨差不多,而且我说一句,情况不像你们想得那么麻烦,我们的钱是投进去了,但是现在连建设都没有。 可以说,那些钱只是买地皮的钱,既然地皮不能用,我们就要要回来,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,你们要是罢免了杨,你们在短时间内是找不到像他一样懂中国国情的人了。 丁长生说道,不不,丁,我们觉得你就很合适,这是我们商量的结果,不容更改。 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我现在是政府官员,不可能担任磐石投资的任何职位,但是话说回来,如果杨还在这个位置上,我将利用我在中国的关系网,为各位挽回损失。 如果换了人,对不起,我也认栽了,我不会帮任何人,因为我不信任你们找来的新经理人。 可是我们知道,要想拿回这笔钱,要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,这是我们等不了的。 股东们有些着急,但是无可奈何地说道。 我知道,但是目前来看,杨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,这样好不好,从现在开始,到元旦结束,就剩下这些期限了,如果杨能把钱都拿回来,甚至是更多,他就还在这个位置上坐着。 这段时间,你们可以全球选任新的经理人,如果他完不成这个目标,到时候,你们再换人如何,你们也说了,诉讼程序漫长,但是我可以把这个进程加快。 丁长生说道,你说的是真的? 当然,你们应该知道我和杨的关系,我会不遗余力地帮他,否则,你们要是找个别的人来,我就不管了。 丁长生说道,一时间视频会议,在线的各位,寂静无声,都在等着最先表态的那一个。 我们还是要商量一下。 股东们说道,可以,我在线等,希望各位能尽快达成意见,时间就是金钱。 丁长生说道,你疯了,剩下半年的时间了,怎么可能? 虚,丁长生虚了一生之后,再无下闻,闭着眼开始养精蓄锐,和这些养鬼子打交道,还是很费脑子的。 十几分钟后,股东们再次出现在视频上。 羊,我们准备接受丁的建议,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条件,如果到了新年,你还拿不回这笔钱,我们要你个人的财产抵偿我们的损失。 过分了哈,这是公司行为,羊做的一切都是代表公司做的。 而且,在这个项目付诸实施之前,董事会和股东会也都是投了赞成票的。 我看,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,看看谁能接这个烂摊子。 丁长生文言说道,那么没办法了,我们只能是更换经理人,因为羊让我们太失望了。 好吧,看来我是没办法说服你们了,你们就请你们新的经理人来吧。 从现在开始,杨凤七不再担任磐石投资的任何职务,期待着和新来的经理人达成交接,就到这里吧。 你们啊,迟早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的。 丁长生说完,就摁死了开关,会议随即中断。 关掉了视频之后,杨凤七看向丁长生,说道,现在怎么办,他们这是受够我了,非要把我换了不可。 你放心,他们这是漫天要价,我们也是坐地还钱,除了你,他们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帮着磐石投资止损的人。 丁长生说道,他们还会来找我们,不仅如此,还得求着我们才行,还是那句话,那笔钱要想回来得快一点,不在诉讼程序上,而在许一剑那里。 所以,我在找许一剑的痛点,可是一直没找到,只要是找到了他的痛点,其他的就好办了。 丁长生说道,只要是有心,一定能找到。 嗯,好在现在宗纪委注意到他了,这一点他是最害怕的,还有万有才也给我提供了一些他的黑材料,如果把我惹急了,我就把这些黑材料都交给宗纪委,他们就省事多了,这也是李铁刚找我的目的,就是想让我再当一回马前足而已。 丁长生说道,这次长点心眼吧,别再被人利用。 杨凤七说道,这次不会,吃一欠掌一掷,还能每次都被坑吗? 丁长生自信地说道,你呀,就是对人太好,太实诚,这才会让人坑,要想不被人坑,就得时刻注意露出自己的牙齿,让那些想要打你主意的人都自己掂量掂量。 杨凤七说道,离开了许一剑,许剑生一个人住在酒店里,想了想,还是决定和万有才视频一下。 我在北京,有件事你帮我联系一下,零号那边怎么样了,恢复了吗? 许一剑问道,昨天还联系过,他现在北京休养呢,应该差不多了,你可以直接联系他。 吴宇晨说道,和你说件事,我想回英国,短期内不回来了,你是跟我走,还是留在国内? 许剑生问道,什么意思,不回来了? 吴宇晨问道,嗯,基本是这个意思,我的意思是你留在国内吧,帮我打理湖州的事情,我也放心,我不得不走。 许剑生说道,不得不走是什么意思?出什么事了吗? 吴宇晨问道,目前说不好,我只是感觉留下来会有危险。 许剑生说道,你留下来有危险,我就没危险了,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? 吴宇晨不悦地问道,我这不是也在和你商量吧,你要是不想留在国内也可以,跟我一起走吧。 许剑生说道,你明知道我爸不会让我走的,你还这么说,算了,电话里说不清楚,你在哪,我去找你,当面谈。 吴宇晨说道,我在北京呢,盘龙酒店,你来了找我吧,我没多少时间,你尽快来找我吧,我再处理一下北京的事,就可能要走了。 许剑生说道,对于许一剑的决定,许剑生当然是百分百听了,而且,这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,要是在国内被抓或者是其他的意外,那自己这辈子就真的是太亏了。 丁长生没想到,李铁钢会约自己吃早餐,而且还是在庆丰包子铺,自从庆丰包子火了之后,来北京的人都要来这里尝尝,但是丁长生吃过一次,一般般,盛名之下其实难付。 给你要了一份,你看看这排队的人,等你买到,我早吃完了。 李铁钢见丁长生来了,指了指对面,示意丁长生坐下。 三个包子,一份炒干,够吗? 李铁钢问道,丁长生没动筷子,说道,你还是说事吧,我时间宝贵,今天要是没什么事,我就该回去了。 镇上的事多,春波马上开始,水源的事还没解决呢? 李铁钢放下了手里的包子,从隔壁的桌子上拿了一个档案袋,交给了丁长生。 丁长生看了看隔壁桌,这才发现那俩个人的犀利眼神,一看就是很角色,丁长生还在想呢。 李铁钢来这里吃饭,也不怕被人黑了,原来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。 什么东西? 丁长生问道。 是关于杨凤七在雄安新区折挤的所有材料,保证是目前你看到的罪权的,参与的人,还有怎么实施的,怎么把它一步步引到坑里的,都在这里了。 李铁钢说道,丁长生看都没看档案袋,说道,都是过去的事了,现在研究这是没意思,我总不能把这上面的人都干掉吧。 所以,知道还不如不知道呢,现在最要紧的是把钱要回来,你要是真的想和我做交易,就让地方政府把钱还回来。 再晚了,你们出面也没用了,钱可能很快就被花完了。 你们那是正常交易,纪委不好出面,干涉地方建设。 李铁钢一推625,说道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那当我没说。 怎么样,我说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? 李铁钢问道,你还是再找个理由把我关起来吧,我反正也不想干了。 我丢这么大的人,从一个正厅级干部录到了镇上,要是换了别人,早就什么也不干了,但是我还得忍辱负重。 怎么,就这么点回报。 丁长生看了看档案带问道,当然不止,就我们调查,许健生是许一剑的私生子,住在国外,这次回来,就是来割韭菜的。 我知道你和湖州的新能源项目有瓜葛,所以,我在这里可以送给你一个消息。 许一剑想要在新能源项目上下黑手,这算是一个有价值的消息吧。 李铁钢问道,他想下黑手,我早就知道,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而已,你知道细节吗? 丁长生问道,我还要再查,目前不能提供详细的信息。 李铁钢说道,那就等你查到再说吧,你知道的这些我都知道,你不知道的,我也知道一些,但是我觉得你们不会有兴趣。 所以,我也不想和你消息共享,你们比我厉害得多,不用到我这里来买消息吧。 丁长生说道,李铁钢看着丁长生一副毫不领情的样子,深深地叹口气,说道,谁都有自己的难,我也一样,对于你,我觉得没有对不起你,你也不用对我这么大意见。 我做的事,我心里有数,你做的事,你最好是心里也有数,滥杀无辜,是要遭报应的。 丁长生笑着摇摇头,说道,说道滥杀无辜,你们没有发言权。 那朱维铭呢? 朱维铭的事已经立案了,相关专家都认为,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车祸,这后面肯定还有很多是藏着呢,所以既然要查,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 李铁钢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这是应该的,杀人偿命,要是抓到了凶手,一定要告诉我,我回去旁听宣判。 李铁钢没再说什么,起身走了,但是档案袋却留下了,回头看着丁长生,说道,好好看看,你会感兴趣的。 丁长生带他走了之后,拿出来档案袋看了看,里面的材料的确是很多,也很全,甚至还有些核心的材料,丁长生没在饭馆里看,直接拿着打车回了秦末的四合院。 杨凤七还在等着董事会的消息。 看看吧,这些都是对付你的经过和参与的人,详细程度,我看是可能远远超过你我的想象。 丁长生说道,杨凤七接过去问道,这是哪来的? 李铁钢给我的,我知道他想干什么,这是交换条件,所以,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应该没错。 但问题是,这些材料的来路,这么说,宗纪委的渗透已经到了许一剑的核心地带,看来想要拿掉他的决心是下了,只带有利时机而已。 丁长生说道,那你的意思呢,怎么做? 杨凤七问道,我也在等,现在对谁来说都不是出手的好时机,这样冒冒失失地出击,不是正好中了对方的圈套吗? 我敢保证,朱维民的事情之后,许一剑也好,许剑生也罢,都会加强了戒备,所以,现在出手,只能是自投罗网。 丁长生说道,杨凤七点点头,说道,那个贺乐蕊也在雄安新区的项目上投钱了,这我倒是没想到,你觉得这个人到底可信不可信? 我到现在也不敢说相信他,但是他做的事情又没有什么破绽,这也是我纠结的地方。 丁长生说道,吴雨晨到了北京之后,去了盘龙酒店,刚刚站在许剑生的门口,对门的门就打开了。 出来了两个男人,吴雨晨看了他们一眼,认出来是许剑生的保镖。 这两人也看出来了是吴雨晨,这才敲了敲门,让吴雨晨进去。 活得这么小心了,是怕谁呢? 进了门,吴雨晨问道,朱维敏一家都被杀了,你猜是谁干的? 许剑生问道,谁? 雄安新区的项目刚刚出了问题,作为介绍人的朱维敏就全家被灭口,你说是谁干的? 除了丁长生还能有谁? 许剑生有些担心地说道,这就是你要出逃的原因吗? 你以为你出去了就安全了? 吴雨晨就没问道,至少比在国内安全点。 许剑生说道,吴雨晨冷笑一声说道,你错了,在国内他还能收连点,到了国外,你更危险。 那你的意思呢,必须要除掉他才行吗?那零号呢,为什么还不来? 许剑生问道,我已经联系过零号了,他不想见你,因为你这里已经被人监视了,我来见你人家很快也会知道。 吴雨晨说道,监视我,谁在监视我? 丁长生的人,你以为你们坑了杨凤七之后,丁长生就这么算了。 怎么说,这次也是让盘石投资大伤元气,我听说盘石投资的股东正在开会,要把丁长生和杨凤七都提出局,然后呢,丁长生会就这么算了。 吴雨晨问道,许剑生没之声,点了之烟,深深地吸了几口,说道,这个局不是我设的,这和我没关系。 但是和许总有关系吧,你们是什么关系,丁长生估计也猜到了,所以,无论是你还是你爸,这件事都不好善了,毕竟丁长生的人在案,我们在明,要是不找到一个和解的办法,还要这么撕下去的话,朱维民,陈幻强,都是例子,你好好想想吧。 吴雨晨说道,许剑生愣了一会,好像是回过神来似的,看向吴雨晨,说道,我叫你来时商量怎么解决他的问题,你怎么一直都在替他说话,你哪句话听出来,我是在替他说话了,我一直都在陈述事实好吧,我们费了多大的劲,包括陈幻强,找了什么人去做掉他,但是结果呢,死的死,逃的逃,人家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 吴雨晨怒道,许剑生气呼呼地把烟头摁死在烟灰缸里,说道,那你说怎么办?要我说,这是很简单,在杨凤七那个项目上,你和你爸说一声,至少得有点态度,就算是帮他的忙,也要做点态度出来,那样的话,或许你们的日子才会好过一点。 对了,我刚刚来的时候,我爸说了,打死都不让我再出去了,所以出国的是,你自己走吧,我没办法走。 吴雨晨说道,许剑生点点头,说道,我也猜到了,这样吧,湖州新能源基地的事,你多费点心。 我还是想先出去,大不了我多找几个保镖吧。 好啊,祝你生活愉快。 说完,吴雨晨拿起包就要走,但是被许剑生给抱住了,说道,都这么晚了,明天再走吧。 我还有事,你要是想走的话,就尽快走,不要再耽搁了,在国内耽搁一天,就可能会出意料不到的事。 吴雨晨说道,许剑生吓得立刻松开了手,问道,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? 没有啊,我是说,丁长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你下手,你还是小心点好,否则的话,有你后悔的,那个灵浩盛名之下,其实难复,到现在都没找到丁长生的位置。 更不要说,除掉丁长生了,这里是国内,不是国外,灵浩在这里就是个睁眼瞎,没人帮他。 很难成事,我要去找他帮他一下。 吴雨晨说道, 许剑生点点头,没再拦着吴雨晨,但是他的确是听了吴雨晨的话,不再耽搁。 吴雨晨刚刚走,他立刻收拾东西,准备去机场。 李铁钢手指缝里夹着一支烟,但是打火机就在旁边放着,但是始终没有点着。 王荣霍站在他的办公桌前,静静地等待着他下决定,过了好一会,李铁钢终于拿起烟卷来点着了。 王荣霍知道,李铁钢决定了。 算了,让他走吧,现在把人扣下,打草惊蛇不说,后面的很多事都不好做了。 再说了,这个人身上的东西和我们想要的东西有些差距,现在把人扣下,得不偿失。 李铁钢说道。 王荣霍点点头,说道,我知道了,那就这么算了。 不能这么算了,把这个消息告诉丁长生,看看他怎么做。 李铁钢说道,在给丁长生的那个档案带里,记录着对杨凤七社局的所有人,当然许剑生也是其中之一。 所以,把许剑生要跑的消息告诉丁长生,这也是一招。 现在三方都在期待着另外两方相互厮杀,两败俱伤,然后坐收余力。 可是很明显的一点是,现在都在期待,却没人先动手,有的只是有人先顿逃了。 比如许剑生,丁长生接到王荣霍的电话时,正在开会,再次的视频连线。 这关系着杨凤七是不是还能掌握盘石投资,丁长生的牛逼吹出去了。 所以,这些人要是有脑子的话,就不会让杨凤七出局。 因为他们确实找不到一个可以取代杨凤七的人,再说了,有丁长生在这里撑着。 这些股东们还是愿意再赌一把。 萧涵将手机递给了丁长生,说道,一个姓王的,好像是宗纪委的。 喂,哪位?丁长生坐在走廊的摇摇椅上,问道。 是我,王荣霍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许剑生要溜了,先在盘龙酒店,估计这次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,你要想再找他算账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 王荣霍说道,算账? 算什么账? 我和他没什么生意往来,湖州那边倒是有人和他合作,你的意思是他写款潜逃了。 丁长生一愣,随即就明白了王荣霍的意思,打着哈哈问道。 丁长生,咱们明人不说暗话,反正这信息我是给你了,至于你怎么利用那是你的事,和我没关系了。 王主任,安心工作吧,多抓几个贪官出来,别整天跟着某些人玩阳谋阴谋的,没意思。 好了,你的好心我心领了,就这样,我这边开着会呢。 丁长生说完就挂了,现在对这个王荣霍他一点好印象都没有,怎么说自己在北原也是帮过他的,但是这家伙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了。 所以,对于有些人,你对他再好,他也是拿你的好心当作驴肝费。 王荣霍就这么被挂了电话,当着李铁刚的面,感觉自己很没面子。 李铁刚点点头,说道,好了,你放心吧,我了解这家伙,他越是表现得无所谓,越是有问题。 多找几个人,盯着许剑生就行,丁长生一定会出手的,到时候不要忘了多留点证据。 丁长生回到了地下室里,会议还没开完,这些股东们还在和杨凤七讨价还价。 丁长生就有些恼火,敲了敲桌子,说道,这样吧,你们要想要回来你们的钱,可以。 他是唯一的人选,而且是无附加条件的,我拿我在海外的资产做保障,但是你们也只是能拿回你们的本金,投资收益没了。 如果你们放弃拿我的,或者是他的个人资产做抵押,你们的本金不但会回来,收益翻倍。 这样可以的话,就同意,不同意就拉倒,杨慧等着你们选出新的经理人来。 这不是商议,这是最后通牒,这些股东们面面相去,其实不单是中国人群龙无首,外国人也是一样,尤其是在利益面前。 还有,我稍后会把一份材料传给你们,这是一个中国人,这次坑了我们的,就是这个人参与设下的圈套,他现在要回英国了。 我们知道,你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,在金融领域消息灵通,我要知道这个人在海外的一切资产,将来你们也会从这个人那里奋一杯羹,材料收集齐了,发给我。 丁长生说道,丁长生给他们的,当然是许建生的资料,种种信息显示。 许一建在国外的资产应该都是许建生在打理,所以,只要是通过国外的这些投资人的各种关系,找到许建生名下的资产,将来一定会找到许一建的软肋和老巢。 这些股东们最后妥协,还是让杨凤七担任现有的一切职务,但是一个条件是从现在到年底之前,盘石投资停止一切新的投资,直到把这个项目损失的钱都要回来为止。 这些都无所谓,丁长生想的是,只要杨凤七还在这个位置上,他就能再次创造出新的奇迹。 因为湖州新能源基地马上就要建成,只要是产能上去了,接下来的很多事就好说了。 王荣霍派出了不少人盯着许建生,许建生的确是去了机场,而丁长生此时也在往机场赶。 这个消息让王荣霍感到很兴奋,一再地嘱咐侦察员要小心,要保持距离。 但是他们很失望的是,丁长生虽然去了机场,可是不是去找许建生的麻烦,而是去坐飞机回川南了。 李书记,我是王荣霍,我们可能都猜错了,也看错丁长生了。 这家伙没有和许建生见面,许建生还没走,他倒是先走了,回川南了。 王荣霍汇报说道,有这回事。 李铁钢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 千真万确,看来这次我们失算了。 王荣霍说道,既然是这样,我们的人也撤回来吧,既然要让人家走,就不要再留尾巴了,免得人家走得不安心。 李铁钢说道,丁长生坐在飞机上,回想着京城之行的前因后果,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。 后面肯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,因为无论是宗纪委还是许一剑都不会让丁长生消停了。 借刀杀人的把戏谁都会,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适当,一旦操作不当,就会把自己给宰了。 丁长生下了飞机,腾甲望来接的他,开的车也是丁长生的车,丁长生没有注意到。 在这家飞机的最后面,一直有人戴着口罩,戴着帽子,在所有人都下了飞机之后才慢慢走出了机舱,这是一个外国人的脸庞。 丁书记辛苦了,梁市长特意让我来接您。 腾甲望忙着接过去丁长生的行李,说道。 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? 丁长生问道。 我昨天就来了,这一路要开好几个小时,我得打好精神,自从梁市长下乡时出了车祸,他一直都在强调我们司机般的安全驾驶最重要。 腾甲望说道。 是啊,你们车上,坐的可都是领导。 驾驶出了问题,领导们还能信任你们。 丁长生上了车,坐在后排系上了安全带。 其实,老和是我们班里技术最好的,那次的事故,我们还真是感到很奇怪。 居然一出事,就是死了。 腾甲望说道。 丁长生本来是闭着眼休息的,可是从腾甲望的言语里迅速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消息。 这个腾甲望一定是知道点什么。 老腾,你别绕圈子了,就直说,你什么意思? 丁长生问道。 丁书记,我真是没什么意思,这不,我来接您,都是开的你的车吗? 腾甲望说道。 你的意思是,你们小车班老和开的那辆车被人动过手脚了。 丁长生问道。 我可没这么说,但是你那辆车你现在是找不到了,从山里运出来后,直接就被送到了交警队,然后就被拆解了。 所以,现在说什么都是没用了。 我们小车班的人没事时,就好议论这些事,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猜的,你也别当真。 腾甲望说道。 老腾,这可是事关领导们的安全,你们就没点警觉性吗? 丁长生问道。 我没有啊,但是这是,我和梁市长说过,他让我不要多事,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行了。 腾甲望说道。 梁市长是这么说的。 丁长生问道。 原话就是这么说的,让我不要多事。 腾甲望回复道。 丁长生点点头,要是梁可义真是这么说的,那么梁可义就一定知道点什么,或者只是不想多事而已,可是人家这可是想要他的命,他居然不当回事。 到底会是谁这么大的胆子。 回到芒山市,丁长生没有立刻回镇上,而是回了在芒山市的家里收拾一下,洗了澡,然后舒服地泡了一杯茶,坐在沙发上想着,接下来该怎么办? 许一见不动,他也不想动。 在许健生那边的事有结果之前,丁长生决定暂时折服,好好弄好芒山市的工作。 这毕竟是自己的本职工作,其他的都是可以放一放的事情。